大家好 3月22號尼克的收藏關於人物 那講座藝術資產的投資與備制 那講座開始 那我們歡迎演講人李澤南先生 大家好 很開心 今天又有很多朋友來聽我的演講 希望今天跟上禮拜一樣 大家會有一個美好的下午 我們今天主要演講的主題是關於藝術投資 藝術投資講起來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所以今天可能沒有辦法像三個禮拜那樣 大家很開心 那沒關係 我今天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藝術投資這一塊 那在進入我們藝術投資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紅酒 聊一聊品茶 平常會 平常會飲用茶 或者是品茶 或者是茶道的請舉手 平常 比較小一點 平常會飲用紅酒 喜歡飲用紅酒的請舉手 OK 多一點 兩者都有的請舉手 很好 那基本上 不管是品茶 或者是品酒 我總覺得他們 其實都是共通的 從茶道到品紅酒 都是品酒 所要欣賞的 所要理解的 所要去品嘗的 都是同樣的東西 都是像飲料 都會經過我們的喉嚨 會經過我們的視覺 經過我們的嗅覺 會經過我們的嗅覺 所以剛開始我們看去一個 譬如茶道我們會欣賞第一泡茶沖下來 我們會用乎視覺去看茶湯它的顏色 它顏色可能是透明的 有些帶著乳白 然後如果是重發酵的茶 它可能會帶一點比較濃縱的顏色 那紅酒其實也一樣 紅酒倒入酒杯 我想有些人就會知道說它是 它是Kamneso一樣還是Block之類的 葡萄的品種會帶的不一樣的顏色 再加上它的釀造方法 還有成年的時間 就會看出它顏色不同 所以說紅酒跟茶其實在視覺上 我們就能感受到的一樣 而來到嗅覺又是如何呢 一個茶湯到我們的碗裡 我們可能會開始第一道的味香氣 中大的香氣到末端的香氣 它是呈現什麼樣的味道 我們聞到了哪些 然後那些味道又是如何的組成 組成了以後呢 它又是什麼樣的表現 同樣的在紅酒也是一樣 可能我們聞到的是皮革味啊 青草味啊 什麼種藍莓味啊 種梅味之類的 那 茶到最後混合在一起 又是什麼樣的呈現 所以說紅酒 茶 在嗅覺方面同樣的 都是有這些過程 而來到我們的味覺 茶湯在我們口裡面 我們會經過錯癮 就在我們舌尖舌沿 甚至舌後到最後 我們吞下肚子以後呢 它的餘韻如何 那也是我們品嚐茶的重點 那來到紅酒也是一樣 所以不管是茶也好 咖啡也好 酒也好 都是需要視覺 味覺 嗅覺 我們才能夠斷定這個 茶的好壞 咖啡的好壞 紅酒的好壞 同樣投資也是一樣 既然它講投資 我們講風險 講市場 講籌碼 講流動性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藝術市場 所以藝術市場的投資 跟大家熟悉的 其實沒有什麼兩樣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就開始進入我們的主題 藝術投資 還有資產的配置 講到藝術市場的投資 我把藝術市場的屬性 藝術品的投資商品 藝術品現在是我們的投資商品 來介紹一下 我用大家比較熟悉能想的不動產來做比較 或許大家會比較熟悉 因為不動產已經在各位的身上已經發生了 所以你們大家或多或少 都已經有不動產的投資 用不動產的投資來聯想藝術的投資 或許會容易一點 我們今天來講第一個 藝術市場 藝術商品 它有市場的地域訊 對相當於我們不動產也有地域訊 譬如說我今天投資台中的不動產 地域訊就在台中 我今天講的是一個 一個是大華人區的不動產 我們可能會想到台北、香港、北京、小海 那如果說我要投資不動產 是一個世界性的 那我們的標的可能會來到東京 來到倫敦、來到紐約 市場最有地域訊 那地域訊代表的是什麼呢? 地域訊市場的商品 代表的就是參與的人的國籍 還有參與人的能數 我想當然來到台中的不動產 買的人是誰? 台灣人、台中人 不太有可能是紐約的人 美國人或是英國人 大中華地區、香港的地產 參與的人就多了 亞洲人就會來 海外的人就會來 那如果到了倫敦、到了紐約 那不動產的因素 參與的人數跟人種跟國籍 就是全世界性的 因為有很多留學生要到紐約去 有很多留學生要去英國念書 都把他們留在倫敦 所以這些家長很多或多少 就會買房子 或者是到倫敦去設公司 當然房地產就會在世界性的城市會發生 那相較到藝術品是如何呢? 所以說回來再看藝術品 藝術品也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今天focus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藝術家 台灣的前輩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 購買的人就是誰呢? 購判是誰呢? 購判是我們台灣人 而我們講大中華地區 如果今天講大中華地區 在香港市場 因為香港市場是一個大中華地區的 一個主要市場 也是亞洲的藝術市場的集散地 所以我們在香港會看到的 藝術品項可能就會比較快 來到譬如說海外華人 海外的地帶華人 比較華人區域的藝術品 同樣的在西方世界裡面 最大的兩個城市 就是倫敦跟紐約 紐約的藝術品又是哪些呢? 主要是印象畫派 印象畫派是一個很大中華 有很多傑出藝術家在裡面 然後再來一個是帳戶藝術 現代藝術 OK 低於新的市場就是說 剛才重複再強調一遍 就是它參與的人 是哪裡的人? 所以說在紐約、在倫敦 它參與的人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搬回去 比較會去的地方 那這是市場的地域性 同樣的在地產界有這個情形 在藝術市場的標的物上 也有這樣的情形 愛的情況 那講到投資 我們也要了解市場的規模度 市場規模度又是什麼呢? 在台灣的規模度我們很知道 我們就以股市好了 台灣的每天的股市的成交量 可能現在是1000億 在香港的恒生指數 我們那就可能大了 這個我要來問一下現場的 可以給我看 黃光吳先生 你大概知道 香港一天的增加量會多少? 大約 香港不會很清楚 中國不要去 中國呢? OK 上陣 上陣跟深圳現在加起來 會給一兆 一兆是台灣的十倍 同樣一天的交易 那如果上陣是十倍的話 然後我想紐約的 紐約的那叫什麼? 華爾街 它可能是上陣的五倍吧? 那這就是市場的規模度 那市場規模度就代表的是什麼呢? 市場的規模度 當我們在投資的時候 它代表的是池子裡面有多少水 池子深不深 錢的都寡 那錢的都寡 再來就是它的流動性加不加 流動性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賣 要賣 那速度如何? 那當然 越少的 越少規模度的市場 流動性差一點 規模度大一點的市場 因為它變現的能力如何? 速度又如何? 那第三要講的是市場的成熟度 那在地產方面市場的成熟度 我們知道 台北市場、香港市場 它是比較成熟的 相較於現在正夯的東南亞的柬埔寨 越南這兩個國家 那市場的成熟度 我把它歸類成成熟市場跟新興市場 在不斷產生如何? 在藝術品也是一樣的 在藝術品上的成熟市場有哪些東西呢? 那我想印象畫派是成熟的 因為它已經一百年 一百年來 它都有在教育 就是一百年來 也記得很多觀眾群 也有很多喜愛者 也吸引了很多投資者 然後戰鬥藝術 距君大概七十年 戰鬥藝術 它也很尊重 那華人在過去二十年、三十年呢 在華人界的華人第一代藝術家的作品 也算是成熟的 那成熟市場它代表的是什麼? 成熟市場代表的是它的上場空間 上場速度會變慢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成熟市場 它的風險度是低的 相較於新興市場 我們在股市場常會新興市場 在普通產也有新興市場 在新興市場講的是什麼呢?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 就是年輕藝術家 年輕藝術家 我們可能會講 1970年以後的藝術家 我們稱就是當代藝術家 年輕藝術家 他是一個歷史上有多半沒地位 沒有定位 但以定位也有 例如說比較少的 Matsukiya 他是塗牙藝術的一個大師 他很早就過世了 因為塗牙藝術也沒有那麼多年 這是比較少的例子 那新興市場的藝術家 他有哪些風險呢? 因為他很年輕 那藝術家正在養成 有些藝術家可能30歲、40歲 到未來50歲 那藝術是一則 我們如果當我們來投資 這樣的藝術家的時候 這種新興市場藝術家的時候 他的風險就會變高 為什麼? 因為藝術家要能夠長期 有那麼樣的創作能量在進食 他的體能可不可以? 他的思考、他的思想創作可不可以? 這是一個問題 再加上推動者 就是經營代理或者是代理的畫廊 是不是能夠在推廣上做一個很好的安排 是保護藝術家 然後很漸進式的推廣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說當代藝術、年輕的藝術家就會碰到 我們就會發現到他的很多很多未來 未來可能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 有時候當現階段的創作能量強 他就表現得很好 但是他不一定每一次都那麼強 他有些在嘗試 甚至於在那邊摸索 我們都不知道他將來會怎麼樣 所以他的風險性就很高 他的不確定性就有很多 有他個人本身的 有在行銷推廣本身的 是不確定的 所以在市場的成熟度 它又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風險度 投資最重要的是風險度高低 所以說 成熟市場它代表的就是 比較低的上漲空間 比較低的風險 那清清市場、年輕藝術家 它代表的就是高的報酬 但是相對的高報酬也多分是高風險 以上是市場三個 我們要投資這個市場 我們要投資注意到的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是要關注在地域性是什麼? 你市場規模度又是如何? 你又想要追求什麼樣的投資? 既然講投資 我們就要很專注的在這方面上 所以我們常常會在投資 在投資市場上我們會問客人 不是我問客人 就是一些 比如說投資方法 問客人 你的投資屬性是什麼? 怎麼是投資屬性呢? 就是說 你追求的是高報酬、高利潤? 還是你追求是穩定的成長? 你的資金是少的還是多的? 所以我們會根據 當一旦我們要進入這個藝術市場 你現在要問我們自己 我的投資屬性是什麼? 我是有大筆閒置資金呢? 我追求是高利潤? 還是我只是小的投資? 追求的是穩當的成長? 所以說我們要根據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積極的投資者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穩健型的投資者 在藝術上 你可能選擇的你要是成熟市場 那哪些是成熟市場呢? 華人第一代藝術家 西方的冰箱畫派、藏武藝術 那也是成熟市場 但是他們的空間已經過去這二、三十年 已經過去這二、三十年 已經來到一個相對的位置 他接下來會還漲而不會急漲 除非有一些很少數很少數的藝術家 會補漲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穩健型的藝術家 積極的投資者 那你有大筆的資金 那我可能會跟你講 你應該去投資西方當代 因為西方當代需要很大筆的資金 那它風險度也相當高 它有很可能給你暴展一年、兩年 就馬上可以上天 但是要小心這些當代藝術 曾經在英國的當代藝術 在中國的當代藝術也都發生過 它也發生過暴跌 所以高報酬還是會引接著而來的是高利潤 你上次針對市場 針對市場的 包括在這個藝術市場 有三個要注意到的事情 關於以上的這三點 有什麼問題要提問的嗎? 或者是多一點了解的? OK 果然今天是比較安靜的 那下面呢我就舉幾個例好了 比較實務上去讓大家能夠看一下 這個實際上藝術市場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藝術家是美國戰後部藝術家 他叫Course 就是我上禮拜有提到的 他有100件 125公元的高度 那他的成交紀錄 我們要說 2015年 1月20號就是4年前 4年前他已經漲上來了 他已經在舒服比他的公司 他曾經成交了120萬 但是2017年 我們看到2017年 2015 大概兩年 他漲了50萬 50萬的代表是什麼意思呢? 他漲了40% 40% 不是很大的投資報酬 但是他2017年是100 成交168萬台幣 但是2018年 458萬台幣 那是多恐怖啊 那是一年的時間 比例像2017的9月19號 9月19號到2018的9月26號 足足就剛好360天 變成450萬 這實際上的成交 大家可以去找到這個資料 你看2017年 168萬 2018年 四大幣 這是什麼樣的投資報酬 一年可以 它會漲了兩倍 這是市場事實的存在 2015到2018年 364萬台幣 這是其中一件 像這個 投資收益的 真的是很像人 那這件就更不用講了 這件是 趙無吉去年創下的 最高的世界紀錄 那它是一件 趙無吉最長的 它是 它是280公分 這是10公尺的意思 2米8 x 10公尺 基本上比這裡還是寬公的 創下葬我記得最高紀錄 這是很恐怖 我後來昨天在做分析的時候 嚇到它的收益 真的嚇得離譜 高的離譜 2005年5月29日 就14年前 它花了7千萬台幣 買了這件作品 2018年 這三年時間 它賣了將近20億 是 那 我就不看這個數字了 這個數字 跑到這個數字 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它2005年 花了7千萬 買了這件作品以後 每年它有2億的增長 2億 這是什麼樣的投資 碳為觀止 7千萬 併得20億 真的是恭喜這位大長家 很開心 能夠分享這樣的事實 這是事實上發生的 這完全不是炒作的 然後今天又 同樣一個照五集的 這是比較早期的 1954年的作品 這是克力時期的作品 它是32公分 92、70公分 大概我們在專業術語是30號的作品 它在2011年 它流標 流標的意義就是說 它算出去賣 但是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 所以在2011年的賣家 它只估價在900萬港幣 900萬港幣就是3千4百萬 它意思就是3千4百萬 它就讓賣了 它就想賣了 但是它沒有人買 這件作品 沒有人買 就流標了 但是它4年後 再把它拿出來賣的時候 它賣了一倍的價錢 還好它沒有賣掉 它就很感謝大使沒人買 我那家拍賣公司 沒有好好幫它作用 但是拍賣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會賣到很好的價錢 有時候就是一刀兩刀 這件作品 它4年前沒有賣掉 但是它4年後繼續流著 把它增長了一倍 增長了百分之百 簡單講就是明 你還是有20%的增長 下面這個案例就是 吳冠宗 吳冠宗是一個華人西化 中國很重要的一個藝術家 我個人也滿喜歡這個藝術家 也是一個成熟市場的標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然後這件作品是 吳冠宗在1996年 算是中晚期的作品 中晚期的作品 它最好的作品是 1972年左右 大概這個20年 這一個1996年 20年前就是畫這張畫的 20年前畫的作品 那個作品是 最好的精品 然後因為1996年 他已經成名了 所以說他年紀也大了 他創作能量也沒有 像1972年那時候的創作風格 所以在我看來 這件作品是好作品 但是也不是極品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成交記錄 他在2015年的6月 他賣了在保利 潘泉公司中國賣了2000萬 而這一個人呢 在三年後呢 2018年的5月 把他拿出來 拿到香港去買 同樣他們還有將近4千萬 這又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他在這三年間 2018年的3年間 25 5、6、7、8、3年間 也長了一倍 每年有30%的增長 這是我登錄到的一個 是一件成交的作品 那這一件就是 剛剛那個藝術家 這是1996年 但是這一件作品 他畫的是一個 一個是貴州 看來是貴州 苗族的一個 立有春樂 但是這一件雖然是晚期的作品 但是這一件是一件精品 是一件很好的作品 雖然尺幅也不大 OK 果然是精品 你看剛剛這一件 比上一件是小 但是他賣了就多錢了 同一 他在2010年他就賣了5000萬 這果然是精品 而2017年他賣了6000次的話 也是短短的 這個時間長了一點 因為他這時候 這一個人買的時候 都買多錢 可是他經過了7年的投資報酬就少了 因為在這個階段 在2010年他這個價錢 應該是天價買的 就是買高了 所以他的增長就少了 但是不管怎樣 好作品他最後還是會回饋給你 再講一個 剛剛講的是成熟市場 然後我們現在講一講 當代的 林壽宇其實他也不那麼當代 但是他最近確實有補漲的現象發生 林壽宇在1968年 這一件作品 1968年、58年 就是他開始進入這個時期的第八個年頭 一開始他在25歲開始有創作油彩 大概創作58、59、60 當60年的時候他開始進入這個白色 還有這個超極簡、超現代的風格 也才不過八年 然後這樣的作品呢 100公分、100公分大小 實際上就差不多畫面這麼大 畫面差不多也是100公分 然後我們今天看到他 這樣一件作品 大概在2013年的時候 倫敦 因為他晚期就在倫敦 倫敦加四個人拿出來 那時候他賣200萬台幣 2013年 我昨天有講過他開始期展 也差不多 集展差不多這5年的事情 那他那時候賣了200萬 同一件作品 5年後的同一件作品 他跟2000萬 5年 5年 跟2000萬 這也是當中到了的一件作品 就是我說他 上禮拜不是說嗎 如果你在20年前 沒有買到炸如錦 沒關係 在15年前買到長域 那15年前沒有買到長域 沒關係 10年前來到零售 如果10年前沒有買到零售 一開始那個PASS 也是很好的投資料理 以上都是登錄到的 實際上的成交紀錄 以上 有沒有人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OK 如何辨別精品 我稍後比較完整的跟大家報告 精品跟不精品 往往可以參加一倍的價錢 同一個事情 同一個藝術家 同一個年份 精品跟不是精品 重要作品跟不重要作品 可以是一倍 我記得以前 開始在買畫的時候 有一個玩古董的藝術家 他也玩古董 他也畫畫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終生都記得 最好的內建五家 最好的內建五家 創新紀錄的 就是在那些精品 就是在最好的那個東西 什麼是最好的 我在稍後會跟大家報告 如果你在同一個藝術家 你要選他的作品 如果選出最好 大家要聽聽 請考驗一下 OK 以上是關於藝術的市場的 實際上的報告 那當我們 OK 假設我們今天開始要投資了 那如何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我們是一個 我們要自己問我們自己說 我是什麼屬性 我是積極性的 投資者 或者是我是積極性的 就是追求比較平穩的 報酬率的投資者 那你會選定一個市場 OK 你如果是積極的人 你要選擁範藝術家 如果你是保守型的投資者 那你要選成熟型的藝術家 這個是一定要先問自己 我是屬於什麼 投資屬性來做你的投資 那OK 我們假設今天已經選了一個 好了 我們假設我們選了成熟型的市場 那如何去成熟型的市場 去找到裡面的藝術家 OK 好 我們今天假設我們方向 鎖小一點 我們不要講西方 好 我們鎖小到我們華人世界 因為大家可能會對這些華人藝術家 比較熟悉 那華人藝術家裡面的成熟市場 就是有哪些呢 華人 第一代華人藝術家 是屬於成熟型的 那哪些是第一代華人的藝術家呢 我們知道 常玉 趙不吉 潘玉良 吳冠中 去背後 這些都是第一代華人藝術家 那是成熟型的 他已經長了一部分了 但是 他不會像當藝術家的暴漲 但是他也有很穩定的成長 那如果在成熟前 那如果在這些藝術家裡面呢 去找到你的標的呢 OK 那就是我們知道要各流派 比如在華人 華人第一代又有流派 有第一代華人 然後他又有水墨的 又有油化的 又不一樣的區別 那除了你要找到第一代華人以外 在成熟市場呢 我們要找到領頭羊 領頭羊很重要 就像當我們說半導體 那台灣人要投資半導體 你要買股票 可能要買台積電 你可能不要買電 第二名 第二名跟第一名就是差很多 事實上就這樣 只有在藝術市場上 我想在各產業的只有第一名 沒有第二名 當然第二名跟第一名 如果第一名上去了 第二名也會上去 但是他的表現度一定沒有第一名的 所以在成熟市場 我們要找一個有藝術史的 定位的流派中的藝術家 譬如說如果你是台灣的 成熟型的藝術市場 我們可能會找到 廖季春 陳陳波 然後再年輕一點的 會找五葉東方 這是已經有 藝術史上已經有定位的藝術家 第二名就是在藝術家 這些已定位的 或者是三位定位的裡面 找到領頭羊 那如果台灣現在領頭羊 那台灣現在很多 譬如說楊三郎 張萬船 李壯生 陳陳波 那領頭羊是誰 那五葉東方的領頭羊又是誰 這些人多半他們的表現 會比第二名第三名來的 就是在成熟市場裡面 我們應該要找一出將在這個 從這個範圍去找 第一就是藝術史已經有定位的有派 第二就是這些 已定位或未定位的有派的領頭羊 領頭羊有時候會死一 有時候會死二 那在青青市場上 我們又要如何去找尋 青青市場中的藝術家 就是要提出有原創理論 或者是風格的藝術家 因為所謂青青市場 這藝術史還沒有他的位置 但是他已經 藝術史總是落後 只是落後三五十年 應該概觀論定吧 因為藝術家還沒走完 他醫生我們就去一定不會寫上歷史 所以說青青市場他總是 這些策展員這些寫藝術史的人 總是會賣個三五十年 但是我們這三五十年間 他就已經有一個藝術上的表現 他是不是能夠提出一個有原創性的理論 所謂原創就是之前沒有人 之前的人沒有過 理論也好 實際上的創作也好 的藝術家 也包括攝影 也包括各方面 不管是雕塑也好 錄像也好 或者是什麼新美財 這都是要用這樣的標準 然後第二個 在青青市場裡面 第二個要找到的重點就是 能夠辱獲大眾眼光的藝術家 什麼是辱獲大眾眼光的藝術家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 看人們都很喜歡 比如說剛剛那個Coss 他藝術史還沒定位 但是他很受歡迎 也看到他的增長 因為他為什麼看著大家都喜歡 就很cue 而且年輕的大概 在三十歲以內 大概二十五歲左右的年輕人 特別喜歡這種公宅 或者是這樣的藝術 因為他們的環境就是那樣的成長 他們慢慢長大以後 他們會喜歡這樣的東西 再來就是那樣的東西 會讓人家有療癒 有看人 開心 所以青青市場 首先要尋找的就是 有沒有原創理論 或者是風格的藝術家 再來就是 要能夠辱獲大眾眼光的藝術家 在這裡面就尋找 就是選擇藝術家的標準 在成熟市場是要選擇 藝術史已經定位的流派 就是這一流派的頭羊 在青青市場要找的是 有原創理論風格的藝術家 還有能夠辱述大眾眼光 吸睛的藝術家 以上就是要選擇 如何選擇藝術家 那如果喜歡藝術家 還有沒有其他的要提問 或者是有不一樣的看法的人 沒有 黑綠群人是嗎 一見 那個 最近藝術市場流行說 選女生跟選黑人 這個你可能要提問 OK好 選女生跟選黑人 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沒有錯 同樣畫人物 選女生成名的多 同樣畫人物 畫中人物的體材是女性的 是佔大多數 但佔大多數 以女性成名的也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 沒有禁止女生 莫乃美 莫乃 莫乃 比卡索 都畫女生 唯獨有一個人 畫男生畫得很好 對大家所介紹 那就是反骨 反骨畫男生 反骨很少有女生 這是比較另類的 所以你選畫人物畫 確實沒有錯 要選女生 至於畫 至於選黑人 那是現代 當那藝術的某兩三個藝術家他們在流行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流行 我之前沒有被關注的藝術家的表現 所以說女生跟男生跟黑人是兩件事情 這是我的看法 還有沒有人要提問 當一旦我們選擇藝術家以後 譬如說我們鎖定了一個藝術家 那我們又如何從藝術家的作品裡面 去找到剛剛講的精品 什麼樣的作品又是好的呢 那標準又在哪裡 當我們要已經找到一個藝術家 我們要從他的所有的作品裡面 去挑出一張好畫 我們不要講好畫 因為好畫有個人的因素 我們講到一個能夠賣錢的話 能夠賣錢是今天的重點 第一 層名經典時期的作品 這是選擇同一位藝術家 我們已經focus了 我們從一個大市場裡面 去找到一個的一群人 然後找到一個藝術家 然後我們又從這個藝術家 如何選擇作品 第一 這裡的輕重緩急 當然最上面就是最重要的 最下面就是比較弱的 你第一 如果你一定要找到一個經典時期的作品 什麼是經典時期的作品 就是這個藝術家 他被市場肯定被藝術史成肯定的 那一個時期的作品 我們很清楚 奧武基有兩個經典時期 一個是克力時期 楊明利萬在西方市場的 抽象表現主義的藝術家 他是賈古文時期 然後再來到了60年代 大概到了大批處的狂嘲時期 馬上畫面開了 畫面的氣勢放波整個開了 我就照不及你要買 你要買 經典成名時期就這樣 那如果你要買 買假設是吳冠宗 那你該要挑選七二年代 七二年 七零年代 七二到七六也好 那個時期的 那是經典 成名 經典成一定是首選 如果這件作品 如果不是經典成名 但至少在接下來 你要藝術風格轉折點的作品 因為為什麼 它有歷史性 它有重要性 當我們在考究這個藝術家 或者是在檢視藝術家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從這個時期 變到那個時期 從這一張圖 可以發現它的蹤跡 藝術家的轉變不會是瞬間的 如果是瞬間的 那千萬不要去考慮這個藝術家 因為他沒有至始至終 同一個理念在創作 他可能東操西操 東想西想 那就不會是一個好藝術家 一個好藝術家 他的創作邏輯跟理念 是有延續性的 但是當他在轉折 在改變的時候 你可以從那個時期的畫圖去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說我們要 如果那些作品是藝術風格轉折點的作品 千萬不要錯過 但是我記得我兩年前錯過一件藏物級的作品 那件作品是從克藝時期 要轉到甲骨文時期的作品 32號的作品 同樣的 我錯過了那張照 那一張作品 在座的旅建築師 他也錯過了 因為我看到他也在舉 這個是我們同樣錯過了最好的作品 那一件作品是一個橫式的 我很清楚 我還會看到 克力 又發現甲骨文 哇 這張作品很棒 他整個構圖也非常好 那那一天剛好在拍場 我也看到宇建築是坐在我前面 他也舉了 但是他還是不舉了 真的是 真的是我們兩個都錯失了那件作品 現在想起來 那件作品真的很重要 如果到哪一天 在一個 比如說張文傑的 再一次回顧站 那件作品如果接著一處 我們就會知道 張文傑的短折是從這裡變到那裡 原來是這樣的思考的邏輯 OK 第三件事情 我們要去探討的是 他是不是在重要展覽中的作品 那為什麼重要展覽作品是 是首選的第三位 因為一個藝術家要辦一個展覽 或被邀請也好 他自己辦一個展覽 做他的展覽 他一定偶心一血的 去為那個展覽去準備 可能是當時去準備 也有可能是前一兩 前幾個月前就準備 他一定請藏著 藝術家辦一個展覽 他們是多興奮 他們是開線的刀 能夠有表現的機會 尤其在重要的展場上 或者是哪怕是美術館 或者是重要畫廊的發表 他們一定會拿出最好的作品去 所以說在重要展覽中的作品 往往都有好作品 所以如果在尋找的作品中 你知道那些作品是重要展覽中的作品 往往不要錯失它 第四個挑選作品的一個規範 就是視覺精彩的作品 這個視覺精彩有一點模糊跟猜想 那無萬乎一個好作品 在上禮拜講過的 他構圖很好 他的顏色張力很好 他的比例很好 就是美視覺 就是給你的感受 是漂亮的 爆炸性的 如果我們用顏色來講多辦 紅色會賣得好一點價錢 同樣一點作品 紅色的造物品總是能夠比 你土黃色的 藍色的造物品多賣個2、3、4% 那是有的 這也是事實 哪怕他構圖什麼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就是可以賣比較多的錢 因為他視覺張力比較好 比較喜氣 有錢人喜歡買在大客廳 華人買 看到紅色就喜歡 但是紅色就喜歡不只在東方市場 在西方市場的同時 也是有觀察到紅色的畫作 他有些可以賣比較多的錢 那精品要 接下來精品 私物精品就是視覺 那其他一個 如果去培養的一個演藝 去發現精品就是多看 平常都看美術館 都看展覽 拍賣御展 超好的視覺的 的饗宴跟紀念 而且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 前半年後半年有兩個劑量 跟劑量分了兩個坡 所以簡單來講 一年有四次 我們可以去好好的欣賞這些藝術品 那第五個需要去 第五件事就是 創作量欣賞的作品 為什麼會有創作量稀少的作品呢 藝術家的一生呢 藝術家有很多種創作方式 他有些是需要很光筆 用時間去磨的 慢慢磨 慢慢磨 像我記得台灣有個藝術家用走筆 那年輕人忘記 那走筆的人要一直鉗筆子 那一年根本就只有兩三件作品 舉例 這是比較誇張 那有些藝術家 他創作的速度比較快 他用的名材 譬如說他用的是 可以顏料 他可以很快速去完成一幅畫作 那當然 他比油畫 那種油畫慢慢去疊 去疊 去時間長 他乾的再畫 那量就會多很多 那同一個藝術家 他也會 譬如說他在那個年份 他的創作就是比較低落 或者他的情感發生什麼狀況 或者是他的生活發生什麼狀況 創作就變少了 我常在這個時期也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如果去選擇創作那樣稀少的藝術家 或者是那一時期的作品 是很重要的 因為量代表什麼 量代表籌碼太多 籌碼太多的東西 在骨片上籌碼太多 有時候就不太會動 因為很多嘛 這也看到了 你看到 所以就物以稀為貴 太多就不值錢 所以選擇創作量稀少的實體的作品 也會是一個考量 那第六個要注意的事情是流傳有序的作品 什麼樣的作品是流傳有序呢 譬如說這間作品經過了某某大的畫廊 某某的美術館曾經收藏過 某某大藏家收藏過 這些都是一個煩惱的考量 因為收藏人的眼光 收藏人流傳有序 所以增加就不會有問題 然後保存可能會良好 這也是一個選擇同一個藝術家作品的一個考量 這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當你發現了一個藝術家 你如何去挑選這個藝術家 你可以從下面開始往上去問你自己 這件作品是精品嗎 是不是藝術轉折的重要作品 還是當然經典成品作品 當然你在比較的時候 越高的那個level就越沒有錯了 這是一個選擇藝術家 同樣時期的作品跟大家分享 那以上除了這些有沒有人 然後跟我分享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考量 在這六個範疇之外的 華國小學生 華國小學生是前輩這個 不一定每件作品視覺就近看 有一些是精神性傳達 所以有一些精神性傳達 跟你內心去勾會這種作品 知道是你跟他步道很好 我覺得這給自己很難看 OK 你可以再想清楚一點嗎 有些作品他的視覺效果給人的感覺 不一定是精神還是不是美 但是他有時候傳達於精神的 精神面的傳達 或是你個人跟他在互動的過程中 內心的互動 這樣的作品 他也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作品 所以說你剛跟我們分享的是 有時候不是那麼衝擊的 從視覺的感官給我們的 而是情感的牛肉 那畫作情感的牛肉的 是 那個也是精品 那也算是精品 就是所需要考量 雅記小學 就你的觀點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何想選一個藝術家 某一個藝術家的好作品 因為雅記小學 他自己經營一個畫廊 是一個很年輕的經營者 很優秀的一個經營者 請他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你先生講的 跟我們考量的都差不多 然後就是跟我們畫廊現在考量的差不多 基本上沒有是比較不錯的 所以你是同意我的看法 謝謝你 我又看到一個 那是我的那個老師級的 因為他每次講話 我都要認真聽 比大家更安靜的聽的 那個張銘鏘先生 他真的是老師級的 你們如果有機會 你可以聽他的演講 你聽他的演講真的是 我比大家很安靜 我要做筆記 張先生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除了這些以外 你還有什麼看法嗎 我是覺得這裡面他大概有分成兩種 一個是價值的概念 一個是價格的概念 那價值的概念是屬於主觀的 比如說宗教信仰 對每一個人的價值觀感就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種是客觀的價值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同一個藝術家選擇 就是說他的時間點滿重要的 比如說古古藝術 他的發展那個時間是在60年代 那60年代同樣的瑪麗聯盟路 跟90年代的瑪麗聯盟路價格 要超好幾十倍 因為60年代是原創的時間 像潮間民生的也是一樣 60年代價比那個作品價格 就要比晚期的要貴很多 為什麼 因為早期那個時間點是屬於原創時期 後面是在重複以前的觀點 只是在重複製作 重複以前的那個觀點 所以這個價格也會有差異 所以在選擇的時候 這個藝術家的時間點也很重要 比如他的那個原創時期 剛剛也在講的那個賈古文時期 而為什麼要著急的在抽象表現在50年代的作品 60年初的作品要比晚期要貴很多 因為那個時間點 跟你後面在重複以前的觀念 在有一點生產跟製作的概念 而不是原創的概念 這是我一點點不大一樣的分享 謝謝張先生 我們剛剛有幾位前輩的前輩跟我們分享 我剛剛發現我們台下 有一個很年輕的收藏家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這一年多來 你如何挑選你想要的藝術品或藝術家 我基本上有聽很多資深前輩長的 這樣屬於你的建議 第一個要挑選一定要自己喜歡 因為投資是其次 自己喜歡納入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第二我會盡量地去看 我會盡量地去看 一個畫家會成名牌 並會有定義他成為成功藝術家的那個 關鍵時刻或是他關鍵招臺性的 畫作或作品或一個形象 所以我會去找我想要收錄的那間藝術品 那我這些形象 我會全部去收 而且很不簡單 短短的幾個月而已 很有心得很有想法 這就是年輕藏家 他們在想的事情 那同樣 我們找一個中間輩的藏家 那個和藏建築師 你分享一下你 如何尋找你的夢中藏品 第一買自己想要的 還是要我適合你 第二個思考什麼藝術品 適合自己的畫作 因為要畫作的看 再來就是 可能是盡量買已經是大師的作品 再來就是注意藝術品的付出 再來就是多瀏覽當今的藝術 可能要跟年輕人學習 所以我們看現在年輕人想要什麼 當然要跟Nick學習 對不對 因為以前在搜賞 大概就這樣 OK 謝謝你的分享 我想趙建築師要提醒我們就是 住宿就是那些作品的來源 我們要注意的是 他比較關注在我們已成名的 或者是藝術史已經有定位的藝術家 這是他很重要的 但是他所謂的策略是什麼 購買的策略 這個我們要討教你 你不要在大堂上講 私底下要跟你討教 討教一下什麼是購買的策略 以上是我選擇同一位藝術家的作品 謝謝各位的分享 以上是OK 我們知道投資 投資要選市場 什麼樣市場會帶給我們的 什麼樣的回報 然後我們要問自己 要如何定位自己要什麼 是積極還是保守 然後選擇我們要的 我們想要投資的 今天我們要不講喜歡跟不喜歡 因為投資難免一定有喜歡跟不喜歡 但是我們當一旦要講投資的時候 就要很討厭的把那個喜歡的放一遍 往往我們都把兩件事情一起來思考 但是說對也不對 說不對也就是不知道 大家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我知道有些人他真的做投資 他就是每次都買封面 封面是什麼概念 就是那一次的台灣公司推出 他覺得最好的作品 那這投資人他就會 就曾經跟大家分享一個 有一次在好像也是零售 在英國拍賣 然後我就問那個台灣的 就是那個拍賣公司的台灣代表 我說那到底是誰在舉 然後他說一個英國人 那我說他懂 他認識零售嗎 他說他也不知道 他事後再問他為什麼在舉 因為他回答了一句 因為你們這些專家都在舉 他就跟著舉 有錯嗎 沒錯啊 大家你們這些都做過功課的 你們都買了 然後我剛才也買 最後他被買他買到了 他錢比較多 他不怕死 他不知道行情就買了 那最後呢 最後他還是賺最多 因為那種也在他手上 那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說投資 這個我比較不懂投資 但是有時候就有一些paypal 每一個人就會不一樣 以上是如何選市場 如何了解自己的投資屬性 如何選寓書家 如何選寓書家的作品 這樣也是我的本項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藝術的資產和配置 那在我的認為裡面 藝術資產其實還是分為有形跟無形 有形的就是你 你真的得到了這件藝術作品 得到了它是存在在那裡 這就是有形的 在我的看來 那某一個程度 也是物質上的 沒有錯 沒有像無極 會 想起大家 開心一點 活在牆上 客人來了 非常開心 那真的是物質上 哪怕是一件藝術品 它真的也是 會有那麼一點需要在裡面 那有形的藝術資產的配置 我想不盡難大家都要有 因為有些人 這是需要付出很多的錢 那如果沒有那麼多的資產 那麼多的錢 需要擁有這個藝術家的作品 是一件更難的 但是同樣是物質上的 但是或許我們如果每一個人的能力有限 我們去買美術館出的 印刷比較精美的海報型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我也買過 我也買過 凡古的海報 Nara的海報我也買過 那些海報 Nara的海報 現在表一表 它是可以賣錢的 所以其實不管錢多錢少 其實都OK 但是畢竟它也是物質上 它另一個是 我從上個禮拜一直講 這個禮拜還是要強調 就是無形的藝術資產 那無形的藝術資產 無關無錢 無關不擁有保存 保存 對 那這個是精神上 這是最可貴 也是最重要 也不用花錢的 那我希望在這個配置上 大家都一定要有 而且越多越好 比如說你會欣賞藝術 你喜歡欣賞藝術去光畫 然後光美術館 現在我們國美館 現在有一檔叫做李仲生 李仲生是我們台灣前輩很重要的藝術家 他對台灣藝術的影響 這個是很大的展覽 大家有空可以去我們的美術館 現在這個檔期 那無形藝術資產就是你平常 如果看待藝術 你如何把你的生活 藝術單位的生活 你著重家裡的擺設 你著重你牆上掛人畫的氛圍 你如何讓藝術品 或者是甚至一張海報 延續你每一天的開心 那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無形藝術資產的配置 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去把它增加 在你們的 在大家的藝術資產上 以上是我關於藝術資產的配置 與投資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大家 藝術資產 藝術資產 我們擁有了他 擁有了藝術品 那會有很多的問題 銀行交易 買賣 稅資都怎麼樣 那個不是我的專家 我今天請一位專家 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藝術資產的法規的認識 稅務上的認識 那就是呼邦證券的首席稅務專家 陳秋蘭協議 跟大家分享藝術的財稅認識 我們歡迎陳秋蘭協議 各位貴賓大家午安 今天來這裡 這個主題是我第二次講的 為什麼只是講第二次呢 我入行二十三年講第二次 因為這個場合真的蠻少的 尤其今天大家外面很多展 很多展覽 然後有這麼完整的解說 對我來講我也是大開眼界 那我來分享三個故事 來跟大家做個開頭了解 第一件事 我記得我曾經 因為我早期在安永快進去事務所 那時候我們接了一個破產案 國產車 國產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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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產實驗的破產 只有張曉強 張曉良他們的這個案子 破產我們辦的 那就整理他的資產 對不對 經常負債 好多的藝術品 那我們同事就要去 我們其實那時候 我才二十幾歲不太懂 但是我們要去接這個案子 要去做拍賣 我們會不會拍賣 他們不會 那我那時候我的同事 我指派一個同事來處理 結果他去了 他說 我第一次去 我說在拍怎麼樣 拍得不是很好 他說很多行家來看一看 就說這些都不是好的 好的都搬走了 所以我沒有賣到很多錢 那我指那次印象就深刻的說 那他們真的沒辦法造冊嗎 還有去宣傳 也不然找人來見家 來了解一下行情 只是那次的印象到我在深刻 我就說 這些看起來很好 到底價值高不高 到底是不是在好多拿走 甚至是真的假的 其實我想這都是一個疑問 那是我們第一次的經驗 那第二個案子要跟大家聊的 有一個客戶 他的媽媽過世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 我在班勇士做個人稅 然後媽媽過世了 就會到處理遺產稅的問題 那這個客戶非常有錢 他也是我們高層的一個朋友 那時候他就說 他那時候就是 他媽媽生病的時候 他就讓我們知道很多事情了 他姐姐就跟他拿了 就說 欸 你要什麼拿給我 我去你們家 要拿媽媽的衣服 媽媽有一個主要的東西 要去處理 他就把教室給了 他姐姐他們就去他們家 這個拿一下媽媽的東西 要跟媽媽住 整他在辦完這件事 他有一天打開保管箱 對 東西都不見了 他們家他說 他有很生氣很生氣 告訴他們說 他那個櫃子那一排 落地的保管箱 都是珍寶 甚至有一些很好的東西 他說那一整片牆的 他說那個好幾億的 就被搬走了 被搬了很多好東西被搬走了 那他就說 他是很想告他姐姐 可是問題他遺產稅也沒有報 他遺產稅 並沒有打算報這些財產 他這財產被搬走 而且這財產是什麼東西 能不能證明 也不太能夠證明 那這件事情呢 就他姐姐他們就 快變得在談 整個財產分配的時候 大家協商 因為有些東西是他很喜歡的 但是呢 我們在講財產登記 這件事情上不動產 都很失明地去做登記 那是一些藝術裡的收藏 你是收在保管箱的 家裡的還是那個銀行的 甚至有的根本就是 寄在國外對不對 寄在那些 不在自己家裡 所以他們怎麼認定 那些實名那些是誰的財產 正常在家族財產分配中呢 也都造成一些問題 好 那我自己在這個 這個數十九年經驗 你說真的有報過客戶遺產 有報藝術品的嗎 還真沒有看過 這是第二個案例 好 那再給大家第三個案例 那時候我記得一個客戶 台面上很有名的人 要來成立基金會 他說他們成立基金會 因為早期現在不像現在 公益信託嘛 基金會還是很多高產客戶 在那個十幾年前的首選 成立基金會 那我們那時候就跟我的老闆 就開始跟他 還會說 所以基金會的一些規劃 我們要確定你適合什麼樣的基金會 他只告訴我 他想做收藏他的收藏品 他收藏品 那時候我就討論他 他要成立基金會的規劃 他說因為他這麼多收藏品 你想他要不要很多的保險費 對 要不要恆溫恆濕一下 要嘛 對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空間要不要 要嘛 然後常常都會有一些好朋友 來互相看一下這作品 他說 他想要請一個歷史系的 或我們這個美術系 來專門導覽 要不要花薪水 要嘛對不對 他想了想去 然後再來就是收藏 你放在家裡就沒意思了 要不要出個冊子 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就走很漂亮的冊子 所以他說 他想一想做好多費用 當收藏量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伺服部該把這些 比較有系統的來運作一下 他就告訴我們說 所以他想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來做這方面的 做文化藝術方面的基金會 那我們說 我們這個基金會 一定要做公益對不對 可不可以自己在家裡 成立一個基金會 自己在家裡什麼事也不做 不行 那就像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些客戶 他們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就是 在業務上可以做一個結合 又可以符合個人的興趣 又可以得到稅務上的結稅效果 那是不是 已經不是一驚一驚一驚了 是不是這樣 面面俱到 所以他就說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好 那捐利一筆錢 可能所得稅可以列舉扣除 好 那這是第一個想法 再來就是這個 就可以去設一個 租一個一個美術館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也是建議員士的美術館 經營不太好想頂這樣 他說就把它頂下來 要不要租金 那我們剛剛先講了 我租捐的錢 但是現在已經好放心 但是那個 我們那時候他跟 問他講這個基金會 本金是不能動的 不是捐去每塊錢都可以動 那捐進去 你每年要營運的這個錢 你再捐進去 他就可以花掉對不對 好 然後他就說那 去頂那個美術館 還有一包本金 再頂美術館再捐 再去列舉扣除 那些錢就去租那個美術館 展覽他這些作品 他作品並沒有移進基金會 他叫做戒展 那戒展以後 剛剛講那些花費有沒有 全部都是哪裡的花費 這個基金會的花費 那基金會不能做公園 做自己的事 是要做你公益對不對 所以他就要定期 可能一個月開放 做一次這樣的 跟他閃掉合作的對象 很多合作的這個學校 或者是一些 來做一個交流 來做一些研討 做一些記錄 甚至特地去開放一般 一些團體來做交流參觀 他說這樣可以了嗎 好 所以我要講到說說 其實這個 這個例子也是 那時候 跟這個客戶在談的時候 他很有系統的把它收藏 然後透過 輸入上 透過管理上 透過整個 應該說經理上 不管他的 像招待手一樣 或者是像他的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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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精品的 不是經理 就是藝術品的管理 他都是比較有系統去來做 好 那我講了這三個例子 就知道說 其實 其實很有趣的是 我們在生活上 看到很多人對藝術品的 當投資成為 當投資或收藏到一個程度以後 接下來可能就會 考慮到稅務的議題 好 那今天的主題呢 其實我本來在下面講 因為我看到這個 那個在cue大家 我發現在在座的 可能都是只買不賣的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 很多的出售稅務 或者是一些傳承稅務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架構 跟大家來做了解 好 那第一個談到的就是 我們常常會提到 資產不外風 在我們手上出售 或者是在未來做傳承 那這三塊 我們要回到稅務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誰持有 有關未來我們在談這個 整個所有權 課稅主體上 那包括實際的跟著就是 課稅的價值 好 那談到這邊來講 我們不動產 大家在國內做交易 可是講這些 這些藝術品的交易 大部分都是在國外對不對 國內相對還是比較少 因為很多的一廊投資 可能還是有一些 協助客戶去做整體的規劃 那這邊呢 在稅務上最主要的考量就是 一個是叫出售地點跟 報稅上的相關的成本 如果是在國內的 國內的話 我想國內都有交易的紀錄 是有一些通報 等一下會提到 但是更多的是在境外做交易的 講到這裡呢 最近呢 好多的獎座用 因為我們正確會辦 好多的客戶獎座 客戶獎座 只要客戶有興趣的移動 我們常常會去辦 這次講的比較多的是CRS 其實也好多人問到CRS下要解決 是不是買不動成的買 異數比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到這樣的議題 那的確很多的境外交易 畢竟它的在 在資訊部隊上的 對國序局來講 是比較難掌控的 好 所以我們提到一個是 交易的地方 第二個呢是交易的 價格交易的成本 又關於它的報稅問題 來 這個就是提到說 我們台灣漸漸交易的話呢 拍賣是接到社會通報的 有這樣的表格 好就是在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呢 有這個交易的這議員會做這個通報 好 那通報呢 我幫忙報稅報過一次嗎 也是長官的這個案子 來 他在報稅的時候呢 我們在台灣如果報稅上的 報稅上的方法相當明確 就是一個就是有成本 一個叫沒成本 那如果有成本的 就是直接賣價先買價很清楚 減到相關費用 那如果沒有成本呢 沒辦法算 就六不三來算 好所以算簡單的 那不會說我都沒成本 今天又六不三 舉其高 舉其有利的可以嗎 我不行喔 是以它查到 好那我們知道現在 整個剛剛提到的這個表格 102年開始有這樣的表格 開始有這樣的通報 但表示102年後的這個資料 如果申報完整的話 國序女士有掌握到 所有102年以後的交易 所以你不可能說你的成本 是不見的 所以當然如果說 如果是比較近期的交易 你就要看到的是 你很想用實際婚禮來報稅 那如果很久以前的 你要說我成本不見的 用了六不三 那當然是OK 好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好那申報時呢 我們就來看到這個 申報的時候另外一個情況是 我是在海外做交易的 海外交易的那賣的情況下是 什麼所得 海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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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海外所得報稅方 就回到我們台灣的稅法 對於海外所得的特稅方式了 一樣第一個方式 我一樣可以列舉我的成本 列舉我的售價給買 價錢到交易費用 第二個方式是 我沒有成本的時候怎麼認定 我們就看到沒有成本的話 其他就20%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賣價20%當作所得 我就不需要列舉成本 那賣的錢呢就叫海外所得 也不是國內做的所得稅 所以我們會發現 當這個標題 它在海外交易就叫海外所得 在國內交易就叫國內的所得 那分別又有成本沒有成本 這樣一個簡單的區分 好這就是有關於 大家如果有一天呢 要配線的時候 就注意一下這個規定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往下講 我們就要講到這個持有了 那贈與稅最簡單 因為沒有不同的規定 只是說我剛剛提到的 藝術品收藏最難的名稱 那是誰的 這是誰的 就像這個 像我提到第二個例子 那個基金會的 它收藏很多 但是它收藏多少 它自己收入也不清楚 那它的這個 助理收入也不一定整理得那麼清楚 這樣只是多少也不一定清楚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 我在九年報一場稅 幾乎沒有客戶願意報 這個海外的資產 也沒有人願意報這個藝術品收藏 因為畢竟它的這個授權 是比較神秘一點 所以同時它的移轉 是不是涉及到已經贈與了 其實也很難去掌握到 其實回到我們國內 剛剛你講的 一百零或二零 會的交易是有申報的 或許就會這個贈與 就比較容易追查到的軌跡是誰的 因為有一天我賣出去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從這個過程中去發現 只是時間下來太短 或許這個查詢案例我目前還沒有看到 那不過的確藝術品的這個部分 在贈與上是很難去掌握的 那再來講到遺產稅 遺產稅我們就來看一下 即便我一直提到說 還是沒有看到客戶來報這個 藝術品投資 但是在稅法上是怎麼定義的 我們也來了解一下 來 第一個呢 它直接區分了一下這個所謂的 是屬於有特殊的 文化歷史美術的這個圖書物品 我一直在查這個標準 它是很抽象的 反正就寫在 遺產稅如果真的要生報 就寫在裡頭的 不記錄遺產總的寫進去 不記錄遺產總的寫進去 那國序局看你是不是 所謂的文化 這個重要的文化歷史美術的 重大的重要的這樣的收藏 那如果寫進去 它認為是這樣收藏呢 不課遺產稅 不課遺產稅 就不用課不記錄 但是它就列管了 列管了 和列管五年 意思就是這個段時間內 如果你把它偷偷賣掉了 怎樣 回來補遺產稅 所以我想如果會偷賣 應該也不會包了 我們說要不要算美金 這樣體積再少一點 來看一下文化說 今天收藏 一般收藏是要課遺產稅的 如果掌握到那是誰的 其實這個部分 在稅務上目前來講稅法規定要 只是真的回到我的問題是 不容易去掌握那是誰的 好 那這邊要提到說 那這些財產呢 我們在講說要不要課稅 接下來有個問題 你今天申報了 他不課稅 他暫時不課稅 列管五年 有一天我報了 因為被他列管住了對不對 有一天我走到報了 那報的時候 是不是就來了 剛剛我和他第一個單元講的 所得稅 所以呢 如果我現在賣的時候 那我就千萬不要忘記了 這個賣的點 如果是剛剛說的 這個重要 重大的這樣的文化歷史美術 不記錄遺產種額 沒課稅的標的 那五年底轉向一些古遺產稅 再來賣的時候 還要有所得稅 那同時呢 海外的部分 照理講賣 是不是也要 是計算海外所得主動申報 照理講是要 那你說沒有報 我沒有 我還不知道 現在CRS 不交回CRS CRS每年以後 如果是交換的地區交換回來 為什麼每年會申報年底餘額 年底餘額回來 就看到這個收入 這個存款怎麼 增加了很多 也許是這樣的點 被要求去說明 為什麼賬付有那麼多的資金來源 那這邊我有付幾個案例 幾個案例 其實我有付幾個案例 其實國稅局在查核這個 我們在講說查核這個 藝術品 相對的是還有它的困難 剛剛講的人 價值這些交易 紀錄過去的申報 甚至交易的地方 在我們整個 這個稅圈體系資料理源來講 是比較難掌控的 過去也比較沒有針對這個部分做交易 就做建檔 交易資料理做建檔 但是要提到的是 在過去一些經驗 不代表未來經驗 那如果說今天有涉及到幾個點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國內的交易 所得稅一定要報 因為這畢竟是 已經通報的 目前通報的體系 再來呢 國內的交易 如果今天是我買的 但是讓小孩子去賣 那不是所得稅的問題 還有正確的議題 會一定要考量 那再來是 如果是在國外買 那有一天賣的時候 海外所得這件議題 不會知道 但是CRS交換回來了 餘額曝光 我的帳戶餘額資料 一下子變高了 如果交換回來的話 那你說這個地方會不會 台灣會換到哪些國家 那是我另外一個CRS 可能會談到的議題 但是我要提到的是 如果今天 因為這樣的出售 餘額增加 那餘額增加 必須要對餘額所解釋的時候 或許海外所得 這件事情 漏光就會連帶著 一步一步去被賢出來 那所以是不是講到 這個重點就是 就像我們今天的大家收傳一樣 把它當作資產的一部分 精神的資產 或者是實質的資產 那如果沒有賣 就一直傳 也沒有問題 沒有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在移轉 不管是傳承 或者是出售上 請多考慮到它的稅務議題 這是以上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今天我在想說 這個藝術品 為什麼會來跟 富豪住卷做一個結合呢 因為我很高興的是 開放一些喜次 是讓我們富豪住卷的客戶 來這裡做這個主題的學習 還有了解 那同時呢 也透過這個機會 讓大家了解 其實我們的稅務 都在我們生活當中 那我們的藝術品 也在我們生活當中 藝術投資、藝術欣賞 都在我們生活當中 那同時呢 如果有理財需要請 首選富豪證券 謝謝 謝謝我們的修蘭協理的贏家 如果各位需要 什麼最後問題 可以私下詢問 那講座就到這邊 那我們外面有 有那個準備飲料跟香檳 還有一些甜點 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